哇靠,我的金鱼这是怎么了?给兄弟们看一下,今天我又带什么宠物回来了?嘿嘿,小仓鼠,这只已经怀孕了,这几只都是他的孩子,这里还有几只,今天咱们要把这只怀孕的,给他们单独饲养出来,给他准备了一个新的饲养笼,然后这个笼子本来就是干净的,所以说咱们现在直接给他把电料放进去,我用的是这种在网上直接买的木屑电料,把这个木屑呀,全都给他抓进去,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,这个木屑电的越多越好,但是不要超出咱们这个笼子的范围,这两只大的就应该就是那一对的,所以现在咱们要戴上手套,然后把这两只大的给他抓出来,看这个肚子,这应该就是那只母的仓鼠了,咱们先把这个家伙给他放进这个笼子里,现在的让我搞不懂的就是这两只大的,哪一只才是他的老公,然后把他的配件给他拿出来,这个小板是用来给他吃东西的, 把他的水盆给他卤装好,把这个东西塞到这里面,然后把这个吸管给他塞进去,这个就比较容易多了,直接给他卡到笼子上,把这个水壶给他怼进去,吃的这里就直接给他掰一个苹果。 男人,这才是真男人,把这一块给他放进去,把这一块给他们放进来,兄弟们,这边还有一只金丝熊呢,这一只也已经怀孕了,估计马上就要生小宝宝了,因为这个家伙以前没有盘过,所以说咱们得戴上手套,给他放到这个助转箱的盒子里面, 老样子啊,继续垫料木屑走起,因为这个的盒子上有盖子,所以说这种木屑啊,咱们可以铺的厚一点,很明显,能看到这个家伙的肚子特别的大,把这只放到咱们的两米原生缸上面, 华操,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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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个木屑基本上全都撒了,瞧瞧,飘到满缸都是,华靠,我的金鱼这是怎么了,完了,这条金鱼怎么嘎的呀,我天,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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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出事儿骨了,天哪,我这条大金鱼完了,闻了一下,不行了,这家伙应该是昨天晚上,或者是昨天上午就已经嘎的了,就开始腐败了, 我来一桶里了